本章讲的是投资意向书的工房重点 那既然讲到投资意向书 基本上来讲你的投资对象 应该就是突英级的所谓的创投公司 那你既然面对是创投公司 他今天要想占你便宜 或想怎么占你便宜 或者他的考虑点在哪里 你基本上你要懂 那当然这更前面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商业计划书跟商业简报 你要过了这一关 你才会签这所谓的投资意向书 那你今天既然你要走到这一条路 你事先的学习的话 那在这学习过程 你掌握要点的时候 你才不会让自己受很多伤 那投资意向书的工房重点有下面五点 第一点就是我价值多少的问题 你想想看如果人家来投资你 那通常我们单纯 我们如果以创业者很单纯的想法 就是我现在就缺了一百万 你就投资一百万 对不对 你的想法是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创投公司 它没那么单纯 它会觉得说今天你需要钱 你越需要钱 我就越需要占你便宜 你要越不需要钱 我就越不需要占你便宜 所以它这个东西投资的部分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 举个例子来讲 它可能会认为说 好 你要我投资一百万 我不要我要投资一千万 那你会觉得说这东西怎么可能会有这个逻辑呢 那这就牵涉到你价值多少的问题 但它不会是这么简单说 它只是投资一千万的问题 它会跟你谈一个问题 你现在的价值多少的问题 那你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当初我投资人 新旧投资人合果加起来 我就投资五百万 我就值五百万 可是冲投公司它不这么认定 它是觉得说你现在是五百万 对不对 可是你已经损耗了 或者说你今天你已经亏本了 这些要打消 或者我觉得说你没有这个价值 也许你五百万 你看起来只有五十万的价值 那现在重点是 你既然是五百万 我把它说成所谓的五十万 是不是变成十分之一 然后我再投资一千万 那代表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这个重点就在一个 所谓的仿稀式条款 就是第二条 也就是冲投公司 其实在跟你打交道的时候 它很简单 第一个估值的问题 它就可以让你伤害到很多 最初支持你的人 什么叫最初支持你的人 就是让你去得罪 爱你最深的人 刚开始 你一定是亲戚朋友 周边的人 集资所得到的钱 你有个股份 那今天他就要求说 你这个东西 因为你公司没那个价值 你需要钱吗 你今天要跟我合作 很简单 你原本的五百万 打成两百五十万 或者你原本的五十万 打成五十万 那情何以堪 你想想看 最初最支持你的人 他的股本瞬间从五百万变成五十万 变十分之一 不然如果你不答应他这样做 他就不救你 这就是创投公司的思维 所以你要懂一件事情 就是投资意向出的部分的时候 第一条 你要去质问 你的价值多少 因为你的价值多少的时候 你才会有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对方投资多少 那既然两个一起投资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万一他进来投资之后 可能事业从此就大好 可能这个事业会从此大坏 那也有可能很一般的 对不对 那如果从此大好 有没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缓西式条款 那如果从此之后 真的没有预期 既然之前投入投资的时候 就已经砍你一刀了 把你五百变成五十 之后投资还真的失败的时候 难道不能再砍你一刀吗 就所谓的清算优先条款 也就是说要逃 他可以先逃 他可以保证获利的情况 他先逃 第三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所谓的优先购买权 跟价格决定的问题 一般人在谈这种东西的时候 大半都是一提一个 一个说假设我们四个是股东 那假设其中一个人要卖 我们可能会归求说 他多久之后才能卖 他算什么情况之脉 或者说他要卖 一定要先卖给我们这一群人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那至于价格的部分的话 大家都是站在自由行政 顶多做一个优先购买权 可是你当你跟前面的谎清算条款 跟所谓的清算优先条款 一比较 还有最前面的 我们今天讲的 我价值多少的一个简直条款 比较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条款有人这样谈的 然后后面的部分 有所谓的敬业禁止 就是说你可能在一个行业之后 他投进来之后 你六年后十年内 你都不能从事类型的 同一样类型的行业 不然讲迅然听的 你今天创了一个公司卖给我 对不对 你后来再去开一家公司 那我不是白扯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面的一条讲的就是时间跟价格 我们讲的是干股跟所谓的买卖时点的问题 干股跟买卖时点这个东西 这东西基本上他的对象有谁呢 第一个就是创业的经理人 创业经理人假设必须他有干股 他一定有一个利润分配 他利润分配一定会有一个时间 一定会有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他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可以分配多少 然后再来他已经前几年 他不可能是勇士的 各位要记得这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就假设你找了一些很有竞争力的合伙人 就是说他的知识know how是你需要的 那你为了要让他进这家公司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又薪水又不能给他很高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就会给他一个所谓的奖励股权 既然你又给他一个奖励股权 一定会跟他限制说你要贡献多久 你才可以拿到这奖励股权 或者说你今天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你才可以拿到奖励股权 就算你今天拿到奖励股权的时候 也一定会设定一个价格 就算你要卖的时候 你一定会设定一个价格 就是说你什么情况要卖 要先卖给谁 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投资意向书的观光重点 对我个人而言 假设比例来讲 你今天要学习创业的东西 你今天你可能 我们先假设你是没钱的情况之下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写商业计划书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去做投资显报 最重要的 你要怎么去签这个所谓投资意向书 这样子当你了解这样的东西 你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 不要说我们今天在讲创业过程 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业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讲的都是一些名词解释 或讲哪些人有没有成功 他如果没有讲他是怎么成功的 或者说他这个成功本身是一种非常奇特 或者讲远南京就是一种lucky 突然天底下掉下一笔钱 可能遇到一个某知名的创业公司大亨 上个厕所彼此之间就谈定了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没有意义的 所以当你一个投资人 或者说你是一个创业者 在投资之前 你就要知道说所有可能遇到的风险 在你没有创业之前 你就要必须张大眼睛去学习 很多相关的术语跟语言 跟所谓的思考逻辑 你也必须要知道所有的陷阱所在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尹 我是文桥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